我要回来 回来 母亲 唱最后这两句的时候 我心情非常自动 因为像是就快回到母亲的怀抱里了 阿门是我的家 也有很多美丽的建筑物 譬如大三八阿婆井 我是龙子兰 今年十一岁 是陪正中学六年级的学生 第五段 开始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我小时候就听过永远你姐姐唱的妻子之歌 我就觉得唱得特别好 然后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变成妻子之歌的传唱员 黄老师早上 早 蓝蓝你来了 来 我们来唱歌吧 备齐 当学在选拔当中 澳门有很多学校 都有学生去参加 蓝蓝就是在琴棋书画当中 她是表现最全面的 我觉得这小朋友的声音很甜美 而且是在她的眼神当中 我觉得是有故事的 在舞台台风当中 她又是最独特的 我平时就觉得我和我的祖国和歌唱祖国都很好听 当时老师过来说要找一些去唱妻子之歌的 所以我就录了个视频 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就选中了我 后来被江苏卫视的导演发现 就邀请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跨年晚会 因为我终于可以唱妻子之歌了 因为有四十多个同学跟我一起唱妻子之歌 所以我不紧张 当时因为是冬天所以就觉得很冷 当我走上台的时候 我就看见我爸爸跟我打招呼 然后他再帮我打气 我要回来 回来 母亲 唱最后这两句的时候 我心情非常激动 因为像是就快回到母亲的怀抱里 去年9月1号开始 南南就去了 去了北京一个月 为了准备上官的活动 一个小小的女孩子从早上到晚上 睡几个小时去完成一些 她不知道意义比她了解的意义更大的事情的时候 一个女孩子有的是一个坚强的心 之前也没有想过有这么大的舞台 当时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演出会受那么多人的关注 回到学校的时候 就很多老师和同学夸我 有些人就问我们班同学说 想照龙子兰 然后我就觉得很光荣 现在就去接南南 她今天很忙啊 12点10分刷课 12点50分开始要回到学校 做古琴的训练 然后再有一个英语的 课 补课要项 所以今天她见到她的时候 大概只有半个小时多一点 我经常参加一些比赛 母亲画画和舞蹈都拿过了奖 我也有自己的微博 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 她唱了《妻子之歌》之后呢 我就是老是在微博里面看到她的踪影 然后看到好多姐姐哥哥都在鼓励她 感觉到内地的同胞也特别关注澳门 所以呢 我觉得她是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普通话是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熊出墨 所以就学到了一些普通话 我有去过广州 北京 天津 内蒙古 还有深圳 去天津是因为有一个国庆艺术节的大奖 有一次我就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四十多商的球鞋 然后托朋友去捐给贵州的小朋友 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想象了 然后就画了这幅画 我以后想当一名日式艺术家 舞蹈、舞行和画画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第五十多商业 前一期再见 和 contributed 听众注意 覧下期再见 欢迎看 本来 après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